內地環球時報記者傅國豪在2019年機場遇襲及被禁錮 有4人被控暴動等罪名,其中1人脫罪 其餘3名被告被裁定暴動及襲擊罪名成立 被告賴雲龍被判監5年3個月 不衛分籌4年3個月,何家樂籌5年6個月 法官李慶蓮聽取求情時,近一度向律政司和上級法庭吐苦水 法官李慶蓮在判刑時指 本案屬於嚴重暴動集結的案件 判刑時需要達至一定的阻嚇作用 法官說,案發時有幾十人對事主禁錮、侮辱、毆打 濫用私刑的行為令公眾痛心和失望 激進示威者更進一步阻礙救護員 被狂妄征服了理智、行為瘋狂、幾乎波及正在勸導的人士 包括前立法會議員郭家琦和張超雄 而辯方在求情時說 賴雲龍犯案時是一時衝動、有真切悔意、望可以輕判 並指案件是偶化性質並沒有預謀 又指不應該將社會事件歸咎於本案 而不惠分求情時指 不惠分患有腦暴疾病和有智力障礙 希望參考相關案例、著量扣減刑期 等控罪的刑期可以同時執行 而法官聽取辯方求情之後表明考慮案件對社會的影響 之後更要求律政司要表明立場 法官說如果接納辯方求情又會被上訴庭譴責 政客又會要求司法改革 李慶年說下級法官的情況很嚴峻 判刑輕會被上訴庭責怪太仁慈而害了被告 甚至被指錯到無可再錯 法官又說律政司原審時不給意見 待上訴時簽證表明立場 他不明白為何公義只會在上訴庭發生 而不能在原訴庭討論 等法官吃死貓和不斷被人有組織地煽動仇恨 法官質疑律政司鐵板一塊 表示不知道誰要改革 為了要改革 新法官的言語 並沒出生 自我實在有意見 自我补現 你又沒取出 最多你 成功